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策利之餛 wrapp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這次使用農業水平不會有同心跟中科共進俱由協商的最厚的影響 結果是在我們的農險時期差不多11月12月左右等一月方便來供應 在不影響網頁做該用水平的情況下供應 現況的那個1.8萬噸的農業水平做的使用 我們會覺得說那個1.8萬公噸同意剛才農民水平會 同意掉多1.8萬公噸這件事情也是很奇怪 就是它到底現在就像金水國他們說的 現在就已經缺水了為什麼還可以掉1.8萬公噸 所以我們會覺得這掉1.8萬公噸也是不可以的 那其實我們剛才就回到一樣是缺水的論述 所以原本的4.3萬公噸其實還是太高了 我們覺得要再壓低 如果可以的話就直接壓在現在2.5萬公噸就好了 我們也要提醒99年環民結論曾經有要求說不得影響農業用水 未來不得變更水權優先 調度優先度 那今天聽起來好像如果是到11月12月又可以去調度農業用水 那我們是覺得這是平平我99年的狀況還要來的退步 而且99年的結論也有講到 如果涉及農業用水是要補償的 而且沒有完成補償機制之前是應該要提供的 那我們希望這次的環民結論不能比99年 還要來的倒退 自然水公司提供的用水 它是提供民生跟工業使用 那有沒有一種可能是自然水公司的25000用 它的用水裡面其實民生用水的部分 因為工業用水的提供 導致於它民生用水不夠 然後必須要去調波農業用水的這種情形 那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假設性問題 我們需要就是這個問題 是不是能夠說明清楚說有沒有這種可能 如果有那在低於25000噸的這個用水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不排除它會有調波農業用水的討論的情形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在這個附路的這個說明裡面 其中就是小於25000噸裡面 它水紋乾旱的情況的時候 是到中央用農業用水調度洗用協調作業要點去辦理 所以其實這邊會回到一個中央去協調用水管理的機制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其實農民的這個參與的部分 就變成是我們還蠻關心的一個點 就是說農民在這個時候 他沒有辦法進入這裡面去做討論 那到底風箍水期的水源怎麼調度 其實又回到是相關機關他們去做一個協調 那農民這邊如果沒有辦法參與的話 我們會覺得對他們的影響其實是蠻嚴重的 農民到底在這個機制裡面 他參與的部分到底有哪些區塊 這也是我們關心的 就是說農民在什麼地方裡面 他有什麼樣的程序 可以進到這個體制裡面去進行協調分後 我們是希望說能夠去強化 對農民跟當地居民的程序參與權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是感受性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倒是說透過政府來決定 他們當地的水該怎麼去調度的話 其實居民可能還是無法去諒解跟無法去理解 或是說也許本來大家經過商量 會有更好的一個主理方法 那我們是希望說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丟到農業 總包含剛剛講到其實你是去直接跟自來水 公司買水但是漸漸的排擠到農業沒有水 導致農民沒有水用然後倒田鋪乾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說在做變更前 或有這樣的一個調度需求之前 顯然應該要保障農民跟居民的知情參與權 然後讓農民跟居民能夠成為 資格水支援調度的一個決策主題 而不是被動的說讓政府決定說 到底水可不可以調郭 先去納到這個訂稿內容中 第一點 本來用水量超過25000CMD 而且需要調用農業用水前 應該因農田水利會調度農業關蓋結餘水的作業流程 向農業水利會申請調度 經期評估可行 並且因環評法第18條提出環境調查報告 進行通過以後才能進行 其中已經獲水利自來水公司同意由 既由供水系統供應的這個25000CMD 這個25000CMD是不得釣用農業用水的 請大家趕快確認 那另外就這個超過25000CMD的鋪水期 不釣用農業用水的控管機制的 這個目前所提的這個 附入的這個機制裡面 應該納入農田水利 臺灣農田水利會所提的 在不影響這個農業生產 及農民既有灌溉需求情況下為前提 原則上是以這個加強灌溉管理所 結餘的農業用水來調度這個園區使用 這根文字必須寫到這個 這個這個 目前的這個 就是不釣用農業用水的控管機制之中 那至於發生天候異常情況 所造成水紋鋼漢的事件 則回歸經濟部有關鋼漢 這時期經濟部的緊急這個應變小組的 會議決議來辦理相關 這個結限水的措施 並是需要由這個 中央水利及農業主管機關 以經濟部水利署有關農業調度 使用協調作業要點來辦理 配合有關這個水利 中央水利以及農業主管機關 會員發布的調度農業用水措施辦理 並且這個分配補償費用 我們就依這個水利及農業主管機關的相關規範來執行 那至於開發單位已成立 而且定期召開的中部科學公務員區 後裏園區的後裏農場 齊心農場的環境保護監督小組 目前的監督任務裡面 就有一項是園區環保執行計畫的實施情形 那這一項呢應該納入本案用水管控的措施的情形 請納到這個監督小組裡面的說明事項去 那又目前有這個至少17位以上的成員齁 這些成員呢應該依這個要點的規定齁 來徵聘有關當地農民還有公民代表的委員齁 共同參與齁這個監督研討 這邊所指的徵聘是指目前要點裡面的第二點的最後一塊 他是可以這個這個市階段及監督議題來徵邀環保執行官代表 一到四人徵邀的是依據這條規定 就根據這條規定來徵邀 那也讓民眾有這個參與本案這個 尤其是用水控板這個機制上面的一個管道 香蕩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